想不到皇上阴险狡猾 会下这么一招棋 害得咱们输得这么惨 我早就告诉过你啊 不要低估任何一个对手 这一次我小看了皇上 输得我是心服口服啊 可是三路大军都在皇上手里啊 爹 咱们逃吧 这一逃 那就是做贼心虚 皇上正撒下天罗地网 等着我们逃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 怎么能坐以待毙呢 我手里有一只骑兵呢 骑兵在哪 愣着干什么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没到哪儿呢 到哪里 我手里的守秀 那是 还有 我脑子 就算了 与我脑子 怎么办啊 零 就算了 但我来 大人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小宝贝 生气啦 我发酒三杯成不成啊 等着 鸡兵吗 这就是我的骑兵啊 就这些女人 给我大声唱 使劲跳 爹 您玩吧 我先走了 不准走 爹 无机 鱼文化街啊 陈在 这鸳鸯美吗 鸳鸯 美呀 那荷花漂亮吗 荷花 荷花也挺漂亮的 那蜻蜓呢 蜻蜓 蜻蜓也挺好看的 你看到飞起来很自在啊 鱼文化街啊 你是在跟朕装蒜的 皇上灰尘不敢啊 荷花 鸳鸯蜓 不是你昨天晚上找的三个歌迹吗 哎呀 微臣荒音无德 又是大臣风范 请万罪将罪 哈哈哈哈 找几个歌迹算得了什么 说实话 朕喜欢你玩 微臣不明白 你整天想着吃喝玩乐 这说明你心里没有鬼 更说明 昨天晚上的三个姓差的死 跟你没有关系 啊 是我者父母 是我者皇上啊 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 关系言插其行 你的言谈举止 朕看得清清楚楚 微臣惭愧 微臣一有空闲 那就是吃喝玩乐 我向长孙大人 一有空他就闭门读书 微臣要好好向他学习呀 哼 朕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 关门读书的人 摸不清楚他们 整天的脑子里到底想的什么 说的是 其实朕最喜欢你这样 吃喝玩乐的人 胸无诚服 坦坦荡荡 朕最信得过 皇上厚爱 话急 愧不敢当啊 云爱卿啊 你知道今天朕 找你来是为什么吗 皇上是说那三路大军之事吧 皇上处事果断 真是大快人心啊 什么大快人心啊 可朕现在烦着呢 我找你啊 是为了我那个宝贝女儿的事 若曦公主 公主不是已经回宫了吗 而且皇上已经命令 李渊回太原 操办大婚之事 这还有什么烦心之事呢 这个若曦啊 让李渊在太原 建一座大大的宫殿 他才肯嫁过去 你说这烦不烦吗 公主是金枝玉叶 祝新的宫殿 喝情喝礼啊 语文爱卿 这干一座宫殿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想我这个宝贝女儿啊 是故意的拖延时间 公主果然是聪明过人啊 若曦 这门清室 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 这李渊一定会怀疑朕 再从中做鬼呢 皇上所言极是 李渊本来就是个小心眼的人 不过皇上现在掌握三路大军 李渊根本不是皇上的对手 公主就是不嫁过去 她也奈何不得呀 你错了 现在如果三路大军攻打李家军 那很有可能剩下两路大军 如果两家联姻 那朕 就有四路大军了 皇上 深谋远虑 周到周到 那这造宫殿的事 就赶快操办吧 百日之后 就是公主的大喜之日 也是朕 昭示天下的日子 时间不能变 可这公主呢 硬要造一座宫殿 你说是不是节外生枝啊 那就命李渊 百日之内 赶快造好宫殿不就得了 渊爱卿 造一座宫殿 没有一年半载能行吗 多家人手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谓夜长梦多 如果杨李两家早日联姻 那可是国家的姓氏啊 百日造宫 能成吗 现在的能工巧匠不比从前 有一个余文凯 那个造宫殿像堆杀包似的 快着呢 如果在一百日之内 造好宫殿 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皇上 那就快下旨吧 好 余文爱卿 你替朕 去太原传旨 皇上 有一个人比微臣更合适 谁啊 魏征 乖乖 圣旨 别动 这不是圣旨 这是一把刀 刀 什么意思啊 这余文化级想借刀杀人 这圣旨啊 就是一把刀 杀人 杀谁啊 魏先生 老魏啊 这圣旨 你真的不能接啊 哦 是吗 哎呀 刘先生 这皇上封 魏先生 为钦差大臣 他怎么能不接旨呢 胭脂 你懂什么 老魏这次去太原宣旨 叫李家在百阵内修造一座宫殿 这是神仙都办不到的 这道圣旨 只会逼着李家起兵造反 造反 不错 李家一旦起兵造反 首先杀的是谁 该不会是侵侠大臣吧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哎 魏先生 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啊 老刘说的 那是假的 哎呀 百日内修宫殿一座 这道可够狠 够绝对啊 你不能去啊 不 我得去 你去干嘛 去送死啊 余文化姐都出招了 我魏正如果不接招的话 岂不是给她笑掉大牙吗 那就给她笑掉大牙 总比你掉脑袋好吧 你放心了 脑袋我是不会掉的 大牙 一颗我都不会少 牙卫先生 老魏啊 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妙计了 我能有什么妙计呀 你没有妙计你还要去干嘛 哎 太原有李世民在 我就敢去 哎 对哦 这二公子是好人 我是二公子的表妹 你就是表妹夫了 什么表妹夫啊 刘先生跟我说啊 说反正那个什么海棠 你都已经死了 那我就可以扶正了 老魏啊 虽然李世民可以保护你 但是他有一个弟弟 此人叫李元吉 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你要是碰上他呀 恐怕十个脑袋都保不住 那我 没事的 老刘啊 那我问你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去太原宣职啊 说老实话 我去 因为太原有真命天子 只有去了 才会博得大的富贵 你是不是想 劝我别去了 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呀 老魏啊 你是怎么猜到的 你可别忘了 我跟你是同一个师父 交出来的 啊 好了 走了 多上车吧 陆先生 你看我站在旁边 像不像一品夫人啊 一品夫人 验之啊 我只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 你要当一品夫人的话 找别人去吧 哎呀你放心啦 对今天那个周半先生说啊 我有一个大鼻子 所以有帮夫运 你放心好了 有大鼻子就有帮夫运啊 谁靠你啊 就对 魏先生 请留步 哎呀 想必魏先生走得匆忙 有些东西来不及准备 这是无忌的一点心意 请魏先生笑纳 这个是 这个是路上换洗的衣服和干粮 想必魏先生不会拒有一千里之外吧 不 谢谢你啊 长孙大人 你看吧 我就说我有帮夫运 话还没说完 东西就送上门来了 验之啊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话 呀 长孙大人的好意不能不收 而且 长孙大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人 不会害你的 验之姑娘说的有道理 我找魏先生的确有些话要说 魏先生 借一步说话 好好好 说了说了说了 公主 我说过我不爱吃这些点心 你们是不是听不懂啊 都给我撤下去 撤下去 那公主喜欢吃什么 告诉努婢 努婢让玉厨去准备 我要吃糖葫芦 糖葫芦 宫里没有这道点心啊 那就算贴去买 竹工去买 买不回来 你们就别回来 下去 下去 是 皇后娘娘 下去吧 是 母后 怎么突然喜欢吃上糖葫芦了 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说给母后听听 没有啊 我 母后 清清呢 我回宫都这么久了 她怎么不来伺候我 就是因为你四字出宫 你父皇一生气就把她给 清清死了 是啊 你这孩子 都快出嫁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呢 你叫母后 可怎么放心得下呀 我不要嫁人 汐儿 你要宫殿 你父皇就下职给李家去修建 等静阳宫修好了 你怎么能不嫁过去呢 修一座宫殿至少要三年 谁知道这三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你错了 你父皇想让你急着嫁过去 他已经下职给李渊 让他一百天修建静阳宫 百日 是啊 一百天就等于是三个月 很快就过了 三个月也好 先托他三个月再说 汐儿啊 你别这么任性了 你不嫁给李建成 你想嫁给谁呢 我这辈子就当尼姑 孩子 你可别这么说 咱们养你两家 是一家人 您别跟我提李家 提李家我就有气 孩子 母后求你了 你父皇为了你这件事 都睡不安稳呢 母后 父皇他只是这段时间睡不安稳 可是我呢 如果我嫁给李建成 我这辈子就睡不安稳 我这辈子就毁了 汐儿 谁让你生在皇家呢 生在皇家身不由己啊 母后也是这样过来的 不 我一定要嫁给我喜欢的人 一定会的